另外 昨天下午 央视记者王春潇在青岛上空 通过航拍镜头记录下了到访的多国舰艇的画面 一起来看一看 我正在海军城青岛的上空 我和我的航拍团队此刻正在一架海军航空兵的直升机上 带大家要俯瞰的是青岛港 是的 我所在的青岛港 就是这一次参加系列活动 多国舰艇的停靠靠帛的地方 世界上有多大的船 青岛港就有多大的码头 我想这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这次参加人民海军70周年庆典的多国舰艇 都停靠在这儿了吧 我们看到这个白色几何造型的这个建筑呢 是青岛港1号码头附近 那么从空中俯瞰 我们已经可以看到 已经抵达的各国海军舰艇是已经基本全部停套完毕了 是的 他们就是来参加4月23号 也就是人民海军成立纪念日当天 海上阅兵庆典的外国编队成员 此时此刻 青岛的上空天气多云 所以在我们的航拍镜头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精彩的一刻 就是在我们的直升机下方 薄薄的云台下面就是抵达的各国海上编队成员了 这次庆祝人民海军70周年海上阅兵的活动呢 将于4月23号在青岛级附近的海公寓举行 那么在这次的海上阅兵当中将会采取舰艇 单动队航行 飞机梯队跟进的方式执行海上的分裂式 除其中方参阅的兵力之外呢 俄罗斯 泰国 印度等十多个国家 近20艘也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些舰艇 将会参加检阅的活动 他们当中我们看到了 有驱逐舰 护卫舰 登陆舰等不同类型的舰艇 他们都是各国海上力量的代表 明镜需要您的信用